之前我们说过 清朝的格格大多都没有生育 但原来清宫中的宫女儿 即使出了宫 也同样无法生育 难道紫禁城中有什么诅咒 让这些清宫女子们 都陷入如此境地 但细细研究以后才发现 真相实在无奈 别看宫女儿的地位并不高 可是他们想要入宫 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 自封建王朝诞生以来 宫女制度就出现了 但清朝在顺治时期之前 宫女和妃子的区别并不大 直到顺治开创了选秀女的制度以后 宫中的女子才变得宫女是宫女 妃子是妃子 所谓的秀女其实是八旗子弟的女儿 后来汉人臣子的女儿 也可以参加选秀 不过汉臣也需要是八旗之内的官员 这些女子会被召入宫中 成为妃子的候选人 也有一些秀女被赐婚给皇子或王宫大臣 宫女的地位比秀女还要低 被选入宫中是当内庭奴役的 可他们之中等级最高 也是上三旗包一左领 皇帝连宫女也要选上三旗 是因为上三旗直接归属于皇帝 背景可靠 无需过于考虑安全问题 在使用这些宫女的时候 皇帝也就更加放心 可是宫女是没有办法成为妃子的 除了特别有幸得到皇帝恩宠 如康熙帝的宜妃就是宫女出身 但一般来说宫女很难跨越阶级 非常枝头 而且尽管她们的地位低 但她们也是通过重重选拔 才能当上宫女的 挑选制度十分严格 只有16岁以下身体健康 长相过得去 懂得女工记忆的女子 才有可能成为宫女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宫女必须品行端正 被选为宫女之后 她们还要进行港前培训 比如宫中礼仪 锦绣 执咒等 合格了才能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 进入下一轮的宫女 就可以开始学习宫中规矩 表现优秀的 可以晋升为女官 一般的则是普通宫女 由此看来 能成为一名普通宫女 也不容易 而且她们本来就很优秀 这和其他值钱的王朝也不一样 以前的宫女只需要会做杂活 守规矩就可以了 质量没有清朝宫女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清朝宫女入宫以后 余生就在宫中度过 死在宫中 而从雍正朝开始 宫女到了25岁 可以经过批准出宫 脱离宫女的身份 不过古代女人早熟 很多女子在25岁 已经早早当了妈 那宫女难道就没有动过春心吗 显然有的宫女 还是会考虑儿女私情的 可是宫中的男人就那些 不是皇帝就是太监 大臣和宫女之间 其实比皇帝和宫女之间的接触 更少 皇帝后宫三千 宫女飞上枝头的情况比较少见 所以才会出现对时的现象 也就是宫女和太监谈恋爱 那么25岁时幸运能出宫的宫女们 是不是就能从此过上幸福的 梦寐以求的家庭生活了呢 其实也不一定 不然也不会出现我们今天 所要探讨的话题 宫女大多无法生育 对于这个问题原因有很多 但我们主要来讲几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 出宫的宫女年纪太大了 在古代男女婚配很早 大多数未成年已经结了婚 甚至有人未满十八 就当了爸当了妈 宫女要等到25岁才能出宫 显然找不到年纪合适的丈夫了 就算有 可能这些宫女也看不上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清宫的宫女素质都很高 他们在宫中建设了太多优秀的男人 平常民间的男子可能入不了宫女的眼 加上他们在宫中工作时工资也不低 出宫时还能获得一大笔退休金 想要找一个和自己门当户对的男子 其实非常难 还有一点就是 宫女很多都是满人 还是上三期 甚至家族世代是皇家奴仆 其实地位也不低 因此宫女在挑选配偶时 更愿意选择其人或者官家子弟 可是这些男子本来也很优秀 所以同样要求也很高 一个25岁的宫女 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这么一总结下来 连配偶都找不到 又何谈结婚生子呢 第二个原因则是 宫女们的身体很差 生育能力会因此下降 有的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宫女们的劳动强度和工作量都比较大 而且宫中管理严格 她们身心都受到极大的压抑 大多数身体都有这些内线的毛病 据内务府前案和内务府走消档等记载 很多宫女身体患有癫痫 胃病 伤感 劳病等疾病 而且极大多数宫女都患有肝病 就在乾隆48年 就有十多名宫女查出了肝病 因为记录中 有记载御医为她们开的药方 甚至还有部分宫女的名字被记录在案 除了肝病等 宫女还常常患有血育 因为她们劳累过度 记忆饱不调 这同样是她们高强度和不定时的工作所导致的 患血育的人生育能力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患病宫女出宫以后 很多都无法生育 还有一类宫女是因为犯了事被赶出宫去的 她们可能还没到25岁的年纪就成功出宫 但即使这样她们也无法生育 因为被赶出宫意味着品行不端 正所谓飞短流长 她们出宫的原因很容易被传播开去 如此一来 这样的宫女就会因为受到嫌弃而无法婚配 大多只能孤独终老 还有的宫女会选择到尼姑安里出家 除非有地位比较低或者比较困顿的男子 愿意接纳他们 而他们也愿意尾身 否则就这一部分宫女也是无法生育的 当然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可能有丁克族的 即使在古代无法做到 但也有人是抱着这样的心理的 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宫女 有的达官显贵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 会聘用一些到年纪出宫的宫女来自己家当侍女 因为宫女们见过大市面 当过皇家奴仆 所以尽管还是当侍女 但他们的身份地位要比一般的侍女要高 既然还是当侍女 那么要寻觅夫婿也没有太多时间和机会 就算他们愿意结婚生子 也觉得一般男子与自己不相衬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工资都很高 只靠自己就能养活自己 条件和自己相等的男子 也许不愿意娶一个侍女 而他们也不愿意嫁给穷苦男子 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 一来二去之下 他们只能继续在主人家当侍女 保持自己富足的生活 不去嫁人 也就没有生育的可能 能组建自己的幸福小家 应该是不少宫女的梦想 但可惜因为各种无奈的原因 大多数宫女都无法实现梦想 正所谓有得便有失 他们见过普通百姓 没见过的生活 也就无法过上普通百姓的生活了